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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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看什么看呀 等一下有你好看哪 嘿 紫月 非礼物事 所以小爷我就只好看你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公堂之上谨言慎行 你这小王八糕子 哎 别忘了是你告状说被小爷我打瘸了的 难不成这样瘸一次 我 哎算了算了 怎么着怎么着 我我跟你说啊 待会儿自有大老爷为我等主持公道 哼 何必我亲自动手 升堂 回物 回大老爷 回大老爷 小明来了 来了 什么东西 也敢跟人家攀比 就是 回大老爷不是个东西 小明贵了 哼 本府听你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回大人 这刁民是在拐弯磨脚的骂老爷 应与惩罚呀 对 就是 还反了你不成 来呀 是 张嘴石下 是 慢着 你是何人 大人 在下 乃是被告的宋施 宋施 本府烦的就是你们这些人 无是生非 挑拨离间 心送敛才 本府不问 不许你说话 来呀 在 打他 是 慢着 本府让你说话了吗 公堂之上 不让宋施说话 这可闻所未闻 在下往来大明各地 大小公堂上过无数 公堂之上 宋施可谓被告代言 这是天经地义 怎么到了大人这儿就不行了呢 大人 你就不怕传出去 告你个先路为主 有爱秉公执法吗 我 本府在此做堂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怎么 从来就没见过你啊 在下 不是本地宋施 就他 还有钱请得去外地的宋施 那你 都打过什么官司 说来听听 这么说吧 我大明开国以来 所有重案要案 在下 都有参与 好 你是刘伯温 刘大人的长班 回大人 是 这位宋施 是刘大人为你请的 没错 这么说 刘大人还是很看重 这桩案子的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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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天全体生缘 匍匐尚高 鸣鼓夙冤 养祈放台大人 主持公道 主持公道 主持公道啊 主持公道 主持公道 被告 你有何话说 我 那我说吧 我问你们 你们这一群人 都是让他一个人打成这样的 怎么不许许他 不是他还有谁啊 不是他还有谁啊 就是他先打的 他心狠手辣 你看看 给我们打 就是 你笑什么 大人 我笑他们这瞎话 都没边缘哪 我说 你们这还秀才呢 你们念那点书 是不是都救饭吃了这个 你怎么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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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侮辱四位 我才望大人言则 公堂之上不可造次 宋师 注意言辞 大人你也看见了 被告可是一个人 而且还是个少年 怎么会把这一群 正当年的秀才 打成这样呢 是啊 你们这么多人 怎么被一个小厮 打成这样了 不是 回大人 还不是他 先报了名号 说是刘伯文的家人 是啊 生员们都是读书人 看中刘大人的脸面 也就不好还手反抗了 对呀 这么说 他是仗势欺人了 学生可不敢这么说 被告 你接着说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既然你们那么在乎 刘大人的脸面 打都不还手 那怎么会越过县衙 把官司打到府衙来呢 是啊 此事应该在晚平县聚集 不服再来本衙吗 被告大闹工厂 那个县官弄不过他 对对对对 大人您听听啊 这就不像话 县衙怎么也有衙衣三四十人吧 摁不住一个小厮 这 这难道是三头六臂的哪吒吗 这个 还不是因为那个刘伯温 你看 你又提刘伯温 他是刘伯温的小厮这不假 但刘伯温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上来做一个刘伯温 又一个刘伯温 难道你们要说刘伯温 纵谱行凶不成吗 真是 这 这可是他说的啊 我可没说 就是啊 不是 照你这话头演一下去 它就是这么个结果啊 被告送尸 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啊 对啊 这话更不对了 断暗尚未断 恩怨未明 您何来君子小人哪 未断先审月祖带袍 难道你是唐上大人吗 你 你血口喷人你 大人明见哪 大人明见哪 离间白马生脚 乃是行诵之人必修之术 你可以反变哪 你又说不出什么来 上来就罗知罪名 大人你看 这谁在血口喷人妖言惑中啊 这 这 这 我等俱士读书之人 夫子有言 闽于行 纳于言 我等 说不过你跟老宋棍 那你可不算什么好学生 那 怎么不是 大人你看啊 这一群人 让人一个人打成这样 这还闽于行呢 兴送闹事上德堂来 说不出个子丑淫谋 你倒真是纳于言 又不能说又不能做 这对其什么玩意儿这是 废物呗 你怎么说话了 谁说话的你 你怎么什么说话呀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这 公堂之上不可放肆 小民知罪不敢笑了 被告 你方辩驳依据又是什么 当堂将来 哎 大人哪 法条再大的大不过长时间 您也看见了 一群人告他 说是让他一个人 把他们打成这样 又说他一个人到县衙大闹 这于情于理说不通 这是诬告啊 我等应该人正俱在 又是在学生源 为何要诬告一个 外来的小厮下人 说话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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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这于情于理 也说不过去呀 老爷 小民去卢沟桥 并不是去玩耍 实际是按查不法之徒 谁是不法之徒 你又查到了什么 地痞恶霸 私设关卡 截收关税 他们担心真相败露 殴打小的 你 你胡说八道 啊 胡说八道 大人 大人 这瞎说的 告你的 都是些读书的世子 怎能说是地痞恶霸 读书之人如果无耻起来 那可就是 一关禽兽 对 哎 你们这 什么呢你 大人 你当责罚 要不 我等 告一抓 对对 告一抓 大人 有人告 有人在你治下 私设关卡 收受关税 这可是大事 你 你有证据吗 正因为没有证据 所以小的才前去按查呀 对呀 大人不妨按照这个线索查下去 必有斩获 大人 现在可有被告留意 把这案子告下来了 私设关卡收受关税 这事关朝廷大人 这案子不查 说小了 你这叫玩乎职守 说大了 你这叫包庇犯罪 不是 这这本来是我们 状告你们 污打秀才 现在怎么成了 你按查不法之徒了 就是啊 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 找回水 大人 好了 好了 此事壮旨未溯 与本案无关 不予听诵 至于众秀才 申告被勾一事 本府还需下堂研判 退堂 喂 喂 大人 这这这这这这这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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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能玩呢 大人 这被告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 交保听传呢 哦 是 怎么又扯到这事上来了 不是 您不知道啊 那知府他装糊涂 来了个一推六二五 他两边都不得罪 那咱们送的银子 不又打水漂了吗 依学生之见 知府大人 还是给足了咱们的面子 对啊 要是私事关卡的事 在宫堂之上深究下去 这这这 这 问题是 那刘伯温的小司 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哎呀 学生也在疑惑这事啊 哎 还有那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 那宋师 哎 对对对 那个老头 灵牙俐齿 就是 听你们的描述 他会不会就是刘伯温呢 啊 那咱下边怎么办啊 暂且忍一下 待我探探风头再说 这 二位 先请回吧 啊 伙计 来了 老爷 什么吩咐 把这桌酒席给我退了 这这 这可不成 咱们这儿没这规矩啊 规矩都是人定的 我的客人不来了 谁吃这一大桌子酒菜啊 这不是浪费吗 你这这这不糟定了 大爷 这些食出果仙 鸡鸭鱼肉 可都是您提前定的 对啊 您不吃 您看我们卖给谁啊 那我管不着 不不不不 这这这这 坏了怪可惜的 你看看 是不是这这都是硬菜啊 就是啊 二位 二位 没事请回吧 啊 不是 金老爷 您看我们兄弟 为这事忙活的 有些时日了 您看看这这这这 这这我们俩倒是好说啊 关键是下边 还有一大帮兄弟呢 要不我叫他们上来 一丝一丝喝点酒 对对对 行行行行行行 我这桌酒菜是招待公差的 我记得你们的 已经开销过了吧 不是 那人家又不肯退啊 你 这个肯定退不了 得嘞 金老爷 我前几兄弟们 谢过金老爷的场 我去招呼他们了 对对对 呸 呸 呸 吃吃 不怕 噎 干啥 别动别动 放放放放下 火箭 把那肘子和鱼装铁盒里 我给把儿子带回家去 行行行行 大人 高将军 如意啊 备茶 好 来 坐 高将军 发现什么了吗 宛平县那个金书办 刚离开府衙前的九次 好像回县里了 他原本是打算在那大宴宾客 打谢那帮衙役的 结果没成想呢 这刘毅跑到堂上溜达了一圈 毫发无损又出来了 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所以看上去他也是气冲冲的 还是没跟那些花子联络 没有 盯紧了吧 他们这些书惯了黑钱的人呢 忍不了多久 马上就会有新动作 末将知道 熙熙古风已阴一语 明面同心不义有怒 小兄弟 你这口中念念有词的 刀鼓什么呢 背书念诗呢 没想到你还这么刻苦 刻苦 熙熙古风 以音以语 行了 高将军 你找人盯着那些花子吧 末将领命 先生 外面人都传要特开恩科呢 谁都可以考 考上了就给个官当 小的 小的也能去考吗 还惦记当官呢 小的这不是求上进吗 求上进好啊 但是考恩科这事 你怕不够格吧 还没事 怎么就知道不够格呀 不过这恩科到底是什么呀 恩科呀 恩科就是朝廷科举取士 尽收天下人才 说是尽收 岂能没有遗漏啊 于是朝廷呢 就利用各种喜庆 再开博学红词之类的特靠 一招天下一线 这叫恩科 过往近世多为男人 现在燕王封了北地 所以朝廷特开北地恩科 见过老爷 我估摸着 这两天你也该来了 老爷 这是您这两个月的份法 准乘足粮 不差分毫 本官还是那句话 适可而止 朝廷是有法度的 在下谨记 差不多得了 这钱要是都被你们挣了 别人喝西北风去呀 行员那边收不到钱 大将军府就得找皇上要银子 朝廷那边一较真儿 还能有你们的好啊 老爷说的是 我这就不要老宋了 本官为一线正堂 还吃着朝廷的俸禄呢 老爷爱民如此 小民也都怀有一颗感恩之心 孝敬您那都是发自内心的 依我看哪 这衙门里的人就你会说话 办事也老口 多谢老爷夸奖 顺天府拨下的差事 你们供料房准备的如何呀 回老爷话 重建合一门外的长河桥 供料都已备齐 这几日就可以开工了 一定要建好 切不可偷工减料 是是 别唠个通不过厌收 丢了本县的面子 一切请老爷放心 在下还有一事相求 说 富衙张榜 要开博学红词恩科 我想 怎么 你也想参加 这事怕是不太好办吧 朝廷有明命 被赤考生不得再考 所以呀 在下是青云芝芝未民 一片痴心 寄予小犬 令郎失明在外 人称才子 当然要去应诗 本县啊 自然是要推荐他 谢过老爷 不过还要烦老爷 再写一封剑书 军爷你又来了 这些可是大房山的石头 那还能是哪儿呢 我怎么瞅着这些石头 有点绵软疏松 不够紧密坚实啊 那都是皮子 等打磨之后云云再看 此事可万万马虎不得 稍有差池 可是要砍头的 可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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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什么时候 开始打磨这些石料 好 得过两天吧 我这料都还没备齐呢 好 那我就过两天再来看看 看看这些石头打磨之后 是不是真如你所说的 那么紧密坚实 得嘞 您请好吧 过两天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是啊是啊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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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签到了吗 念补 小植金蓝鑫 给您请安 来了 晚平县金蓝鑫一鸣 签到 一切都安排好了 多谢年博 下一位 请问阁下可是蓝心兄 正是不才 久仰久仰 真是久仰大名 如雷贯耳 请问阁下 小可 大名府崔户 崔户 好 下一位 墙头马上 人面桃花 人兄可是风流得紧哪 阁下所言 是传奇故事中的 那个崔户 首先是年代不对 那人是唐代的 再就是帝王不对 那人是柏林的 小可是大名府 谦虚 谦虚是不是 这哪里是谦虚嘛 这明明就是 驴唇部队马嘴嘛 二位学兄 为何在此争吵啊 这位便是风流韵戒的 大情郎崔户 诸位见过 大家快来相识一下 下一位 我是崔户 可不是那个崔户 我一解释吧 她说我谦虚 活生生地 把我拉到几百年前的唐朝了 两位 两位神秀 哪个崔户啊 去年今日 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首诗谁不知道啊 好诗啊 两个人相思了一年 本来想去优惠 鸳鸯仗里春风一度 好诗 好诗啊 你不是认错人了吧 你没事吧 仁兄 吴雀 好 后面的 吴雀 如今世上 吴雀之人太多了 刚刚那位兄台 兄台 那人是谁啊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金蓝星 不会吧 frei 好 序那么会见到你生 梦 大和生请 刘大人请 两位考官 请 各位听了 二位监考有命 各路世子入场 暗号入社 不得有误 你叫什么名字 金兰心 拿下来 赶紧 音乐 诸位 提油了 来 咱们大家搜查话读啊 不是 金大爷 小袋什么 不是 金大爷 这儿味儿太冲了 似笔熏脑 无助于闻私 咱是不是换个地方 此事非毒小口 若被路人发现 咱们都得掉脑袋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大家忍耐一下 日后倒有重谢 此时题还真有难度啊 是何题啊 燕王府内 有白燕一双 这燕王府在哪儿啊 既然封了燕王 那必定就得有燕王府啊 我看这是闹虚拟题目啊 燕王府都不知道在哪儿 这哪儿来的白燕呢 哪个又见过白燕 长什么样子呀 这样 我先写诗评 你们几个 再珍珠出几个奇景的七言句子 然后大家再谈讨总之一下啊 你算一下这个账 我们每天的人工开支是多少 我们每天走多少趟 四头 少了我不用你卖 非呀 有这么一点钱 你给我别人吧 等等 咱们再商量商量嘛 没什么好商量的 没什么好商量的 就这么一点钱 你能过来车 我就把这些大生口 全部都杀了 吃肉 找伙计 大马头 又怎么了 咱这伙食也太差了 大家伙都闹着要我回家呢 就是啊 回家 这可是官差 谁回去 拉衙门去打板子 这别人也是官差 也不像咱们这样 上顿白菜萝卜 下顿萝卜白菜 连点灰心气都没有啊 是啊 我倒是想天天请大酒楼啊 看谁给银子 这是要请谁啊 我也打个秋风 先去账房 自己吊钱 搁他几道肉 都放点菜馅 包顿包子吃 不是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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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错嘛 就这么点银子 算完碗里的 还得算兜里的 老兄啊 你也忒黑了 我要是黑呀 那你就是墨 您来又有什么事啊 我来是给你报喜的 起从何来啊 是你的大侄子 恩科考得不错 保不齐呀 要占个魁缘 好事啊 不过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想想 现在干啥事 不讲个人情啊 个个关节 都需要拿银子打点哪 你这是 我也是无奈之举呀 咱们以前谈的分成 看来还得改改 那 那这桥 你还让不让我见了 师父 晚平居士金生元求见 金生元 金生元是谁 晚平县衙的一个书办 一个县衙的书办 找我干什么 不见 这金生元 是晚平县出了名的豪身 听说师父发愿建庙 要施银一千两 多少 一千两 请 快把它请进来 是 师父 大把头 大把头 那位军云又朝这边来了 书话又到 把那两个新开出来的石头 赶紧给我搬过来 快快快 大把手 快点啊 快快快 放这儿吧 放这儿 放这儿 好好好 快点儿啊 快快快 放这儿 快去 军爷您来了 我来看看这些石头去皮之后 到底怎么样 好好好 好好好 来 这些石头去皮之后 一看就是上等的好石料 结实着呢 嘿嘿 但去修从双戒色 收来只许雪添肥 此恩浩荡好风戒 直上天门听鼓吹 好石啊 好石啊 祥锐 大和尚 此时虽见功力 但献媚之情异于眼表啊 贫僧却有不同看法 燕王府里燕子飞 一双玉剪才春灰 此时写白燕 窃提而不露提 通篇未见一个白字 深得施驾 含蓄委婉之指 大和尚 此时啊 貌似一首佳作 但是隐用跟借鉴过多 自家却在背后偷闲夺懒 您不觉得吗 刘大人的意思是 此事为抄袭之作 本官正是这么认为 请刘大人引证说明 你看远了不说啊 本朝十大本就写过一篇 以白燕为题的诗 我记着其中有这么两句 叫做 朱连十二中间卷 玉剪一双高下飞 您不觉得这个挺像吗 这个 玉剪一词 利益兴起 后来诗家引用前人之句词 怎算的抄袭 其力不胜枚举 譬如老杜 我御史台同仁袁凯 还贺过白燕这首诗 我记得其中有这么两句 岳明汉水出无影 血满良缘尚未归 你看他怎么写的 他这写的是 日过龙潭未流影 岳满王亭不见归 大和尚以为如何呀 此乃戒矣 贫僧以为还算不得抄袭 还有他这两句 但去修从双戒色 寿来只许雪添肥 这两句我看着也眼熟 就是一时没想出出处来 此一连新奇景策 即便放在唐宋诗集中 也算是佼佼者了 刘大人如果漫查出处 可是要破费些功夫了 文章千古事得之寸心之 如此是否可以判断 刘大人不取此诗 本官正是此意 这道眼本来是个懂诗的人哪 怎么一眼就看上了 这首并无新意 而且还涉嫌抄袭的律 难道他也徒有其名 或者另有隐情 你看这城嘛 不但在材料上一次充好 也就当心 连鸡坑都这么糊弄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这道桥墩子 可是马虎不得 就你明白 这把头怎么不是你啊 我是担心 这么干怕是要出事了 人家怎么吩咐呢 咱就怎么办 你先吃了我不胆操心 这架桥铺路 凭的是良心 这么干 是要做报应的 这姓张的 不光黑工黑料 他还和咱的工钱和伙食 我找他将来生个儿子 一瓶儿 别说了 你和我过来了 你们俩别闲着 走走走走 送这东西啊 这是何苦 不就是一首诗嘛 徐将军 这怎么是一首诗的事呢 道显千挑万选 挑出这么首诗来 这其中大有深意啊 我是不懂 还请先生名言 你看我给你念念啊 他写的是 慈恩浩荡好封建 直上天门听鼓吹 这 你听听这两句 怎么了 这把太子往上摆 道言也太迫不及待了吧 这个 你是说 还有 这个诗饼写得就更直白露骨 你听着啊 说是 燕王封燕帝 王府有白燕 自古白者 瑞守也 齐山见白林 江汉献白屯 九元有白虎 借天将至祥瑞 有圣人中 其五百年之遗予也 五百年啊 听着 五百年 其五百年之遗予也 在下公逢盛世 又见来宴 以诗唱和 这都什么烂七八糟的 这 这马屁拍得也确实有点大了 说的是啊 这你把皇上往哪摆啊 这大不敬啊这个 可是导演也是精通诗问他 难道他就没有看出这诗中的意思 我也是忧虑于此 导演深得皇上的赏识 又被清明为燕王的宾客 他选中此诗 一定有他的目的 徐将军啊 他这个诗要是选中啊 他是会呈给皇上遇览的 你到时候怎么跟皇上说呀 就说燕王府出了五百年遇的圣人了 这叫起真来可是僭阅之罪啊 那这诗是谁写的 这只是朱卷 现在还不知道 这里面的勾当我还是不太明白 这朱卷和墨卷有何区分 墨卷啊 就是参考的世子当堂写的 但是呢要填上姓名和籍冠 朱卷呢就是写完之后 把这些交给另外一人 用红笔重新抄录一遍 这回引去姓名和籍冠 然后交给考官沈月 这不是防止中间的人情关节吗 防得住吗 据我所知 可考舞弊也是古以有之啊 防不胜防啊 我大明出力开科指仪式 接铁分治踏来 每天送到我御史衙门 提禀大将军 道眼和尚求见 快请 是 贫僧见过大将军 大和尚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化缘建庙 我这可也快揭不开锅了 来 坐 那 贫僧前去义馆拜见刘大人 那里说来了大将军府上 也就跟过来了 讨扰 讨扰 还是为了这首诗吧 贫僧已经调出墨卷 要与大人共同开启 以示公正 太心急了 前朝一族刀工走马 斯文尽诗 此次皇上再开恩科 又须北方道统 小僧恭逢盛举 又岂能不尽心尽力 大和尚 你还是要取这首诗 此诗的文词章法 大和尚 论诗 当以弃阁为先 其他皆在其后 所谓弃阁 无非是虚幻玄论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没有弃阁 这华丽词早何以复载啊 正所谓弃者闻所行也 何谓弃阁 清教大人 能否因个人好物 而随意判定 礼记有言 温柔敦厚诗教也 夫子也曾言过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思无邪 你再看看这首诗 阿谀奉承 悦然指上 这简直就是张着嘴 伸着手 讨官要指啊 这不是诗人所指 刘某不以为然 大道理不过说说罢了 谁又能够从一而终 刘大人不是也未能独善其身吗 大和尚 你是在说刘某我 是元又是本朝 不能从一而终 有亏是德是吧 贫僧并非此意 而是戒指而已 像刘大人这样 天下闻名的贤大人物 尚且又经不住推敲之处 又何必于一首诗上苛求呢 大和尚 刘某誓源 乃是为天下苍生 苍生不得其所 刘某不斩其志 愤而辞官 当今圣上 天纵英才虚怀弱 朕必一呼 天下英才纷纷响应 解万民于道玄 上顺天意 下顺民心 我问你 隐义乃下劫之臣而同商汤 本王乃周公之侯而起义兵 这史论上可曾择其亏得呀 正所谓 也识实物者为俊皆严 大和尚以为如何 柳大人误会了 贫僧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好了 怎么越扯越远了 商汤文王都出来了 还是开末卷吧 我也很想知道 这诗到底是谁写的 柳大人请 还是大和尚请吧 都别客气了 来 开卷 集冠 宛平县 姓名 金兰新 军义 您真是不辞辛苦严谨认真哪 怎么样 你们这里的工程现在进行得如何了 没问题 没问题 您就瞧好吧 这边请 来来来 借您看 明天咱就开铁匠炉 浇筑铁蝴蝶 然后在上面里装 顾鸡 回铁 就可以起价了 听你这么一说 你还真是个行家 这行家不敢说 不过铺路修桥的活儿咱没少干 宛平县可曾验过了 好 工坊的典礼书爸们 谁都没挑出过毛病 好 那就先这样 我再去别处看看 军业辛苦 给您倒个烦 大家辛苦 那 要不一会儿您回来 您可有事 前面不就是姚家楼吗 咱烫上两壶酒 再要上几个菜 给军爷您解解乏 这就不用了 你做得好 我自会报上去的 不是太聚了 谁呀 我带犬子来拜谢大师 进来吧 参见大师 磕头磕头啊 大师啊 从今往后 他就是您的门生了 做我的门生 可是要剃头的 贵公子 愿意吗 剃头 我不愿意剃头 我可不想到和尚 我不剃头的 你 你傻呀 听不出大师 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是吧大师 起来吧 我得 这么晚了 庙里的僧人 早都睡了 也就不奉茶了 大师不必客气 我们不可不可 这一百两银子 还请大师 替我们父子 请些香煮供品 供奉佛钱吧 施主前面捐过一千两银子建庙 今又送来香火钱 难得这份善心 贫僧敬领了 应该的 应该的 大师啊 我听说 月卷已完 不知何时发榜啊 对啊 和昔日之芳草兮 尽止为此 小爱也 爹 这啥意思啊 这 这好像是 谁的诗来着 你看我的脑子 一时想不起来了 意思就是 昨天还是香草呢 今天 就变成了野蒿 你没读过黎骚吗 那可是历代诗人之必修啊 也怪贫僧 适才自傲 当下极少诗人放在眼中 竟不知道 十大本和袁凯都曾做过白艳诗 老前辈 杨铁牙先生点评过的 大师啊 文章乃天下功器 相互借鉴 也在情理之中啊 学生我都刻印了四本诗集了 就是就是 全子 幼年得名 难免遭人嫉妒 哎呀 因此一些风言风语 总还是有的 贫僧念施主 一片像佛之心 也就接了那笔银子 只是为了建庙 就是就是 后来又听说贵公子参考恩科 也就顺便留意了一下 没什么私心的 大师之心 天地可见哪 没想到啊 若是贫僧 事先见到令郎 别说是一千两银子 就是一万两 贫僧也断断不能见他上去 爹 咱回去吧 你 你傻呀 贵心 贵心 还行大师 既得行善 只我父子一条明路啊 大师 你儿子 若是确有真才实学 那就不妨来一次 当堂命题的副考 当堂 当堂不可 学生 学生写作 就像是 就像是撒尿 你这个比喻倒很新奇啊 当人的面 是尿不出来的吗 先生 你有什么心事 何不跟小子说说 跟你说说呀 你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 那不一定 我这人虽说学问不大 可心眼大呀 遇到什么事 临机断事 说不出个正理 咱也能说出个歪理 反倒为打正着 你说说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 我这不是看着您这几日 愁眉不展 想逗您开心吗 行了 开心了 下去吧 其实你不说 我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还是为那书卷那事吧 让你猜着了 行 没白跟我 要我说呀 爱谁谁 那和尚喜欢 就让和尚选他 最后露的还是那草包的底 丢的人呢 还不是那和尚吗 您何必操这份心呢 胡说 这怎么是我跟和尚个人的义气之争呢 这事关国家选财 社会风起 姿势题的 那您想怎么办呢 是啊 我该怎么办呢 这还不好办 当着众人面 让他再写一首那小样高飞的事不就得了 其实也没什么不行 可我就怕呀 这事由我强出头 弄得那和尚没面子 那就让我出面跟他干呀 我谁呀 我什么场面没见过呀 我对付那个草包还不卓卓有余 那就绰绰有余 得罪谁呀不能得罪你 你这人记仇 那是 那是 不过得罪我的也都没几个好人 那是 不过得罪我的也都没几个好人 嘻嘻不封 官官居咎 在何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参赐杏菜 小哥您这是干什么呢 贴重念符不成啊 倒什么乱呀 没看见小爷我这背诗呢嘛 别说 背诗 参赐杏菜 高将军 高将军 要不咱也歇会打个家 听见小哥讲讲诗 咱也掌掌学问 对呀 好 那就休息一下吧 好嘞 参赐杏菜 参赐杏菜 都看着我干嘛呀 听你讲诗啊 嗨 我讲了你们也得听懂不是 你还没讲呢 咋知道我们听不懂啊 讲讲看 就让我们再跑 讲讲讲 好吧 官官居咎也 辽条淑女也 至此四句 与诗经之开篇名为官居 夫子大有善意啊 你 你这说什么呢 梦话吧 小爷我这解诗呢呀 解诗 嗨 跟你们说太深了吧 你们也不懂 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一只鸟 在等另外一只鸟 等得先急就呱呱乱降 然后呢 然后那只鸟 还没得等来呢 此时又来了一对呢 男女 一胆一女 这我喜欢 是 接着讲 你别跟我这眼前晃了 我头都晕了 你还说我 我本来 我本来活得挺好的 你非让我当什么诗人 现在惹得我一身的屎尿 你几乎让孩子 如何出门见人呢 哎呀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到这一步 怎么会遇到这个刘伯温呢 这还不是因为你 你说你没事你去招人人家小跟班 干什么呀你啊 住口 你这 你打 你打 你打你打你打打死我得了 你 算命算命 低挂节字了啊 算命 写上告示多少钱啊 一封书信 两个钱 啊 不是书信是告示 字那么大贴墙上那种 告示 啊 一个字一文钱 写着 哎 好嘞 就写诗人金兰心 哦 此事的诗哈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 嗯 对对 胡闹 滚起来 哎呀 滚起来 嗯 刘毅啊 瞬天府的官司没了就出去惹是生非 还把告示贴到辅学门口 你要挑战金兰心你 先生您说他是个草包 那他一定就是个草包 我就是想让他出仇给先生出气 替我出气 你好大口气 咱惹不起那个和尚 还惹不起那个草包嘛 成了 我给先生出气真光 败了是我无能 跟先生也没关系啊 起来吧 嗯 哎 个没轻重的东西 有时候还真能危大正着 嗯 先生您刚才说什么 没说什么 说等着看你的好戏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哎呀 那小司说啊 咱金少爷就是那个 绣花草包 肚子里没什么真才实学 啊 他还说 欺人太甚 那大爷 是否应战啊 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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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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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嗜嗜嗜 嗜嗜嗚 嗜嗜 嗜嗜 大师 在下一招七措 不想落个满盘皆输 还请大师慈航普渡 就我一家人性命啊 还不快磕头 求大佛爷救命 活济宫救命 小可上亲年少 青春正当几何 人都固有意思 龙蛇腾舞 装卫土灰 还请大和尚开恩 他这是说什么呢 小儿胆小 心智已乱 还请见谅 你们起来吧 大师不给个准话 我们不敢起来 那你说该怎么办 再破费些银两 礼佛相善 再请大师担当 捐多少 为佛相贴金 在家捐佛相前的条案 武功 山门为墙也归我 大师 您说句话 到底要多少 最少一座庙 多多一山 你说晚平县 那个金书班 最近老往道眼那儿跑 是的 末将派去监视他的兵士 已经发现几次了 一开始的时候 也没太在意 后来刘毅兄弟的 接铁传开之后 才觉得这里面 肯定有蹊跷 看来啊 那和尚是收了他们银子了 而且数目不小 那钱是从哪来的呢 大人可是说那金书班 高将军 他们最近没和那些花子联系啊 没有 这样高将军 告诉你手底下人 别管那老金了 盯住那伙花子 准备好 随时候命 这伙人哪 用不了几天 就要动手了 末将领命 我佛慈悲 广集善缘 今有居士 金生缘 捐助银粮 翻修阔建 后海子 日中访 鸡头池上的广化寺 以为燕王八愿之地 为皇后娘娘的诞辰 剑伏 这金生缘又是谁 哦 就是那个写白燕诗的金兰心的父亲 贫僧已将此事专折上奏了燕王 那也不能娶他 大将军 现在关于此事 城中世子多有接铁 都说这个金兰心呢 天生愚钝 不过是个吃喝玩乐的顽固罢了 白燕诗不可能出自他手 如果娶了他 那岂不是伤了天下读书世子之心呢 贫僧听说 就连刘大人的下人小思 也把那接铁 贴到府学的大门口了 声称 要与金兰心 以诗文相会 这也太不像话了 刘大人诗书满腹 就连下人小思 也敢闹府学了 又怎么会把天下读书的世子 放在眼里 家仆胡闹 我自有责罚 这种事 其实一句责罚就能了事 那你说怎么办呢 难道说还要我把他送官不成 言必行 行必果 大师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让那金兰心 与刘大人的下人小思 当众比试一次 科举作弊 果有名法 除了诗词 还有策论 难道也请人代写 刘大人可否拿出证据 我也听人说 那小金诗中 尽管用了别人的名句 但整体上 还是有新意的 诗词 乃文人于事 不过是风花雪叶 不凑堆砌 抄袭沉眼罢了 大将军 你是不知道 我见过这个人 资质还在忠人之下 断定他是写不出的 刘大人成见看人 难道不会走眼 不是成见 而是定见 此次北帝恩科 皇上是为燕王选世 殿下宅心仍厚 一直对天下读书的世子 轻言有加 好好好 就医大师 我怨出尸体 与那小金当堂对质 刘大人又开玩笑了 别说是小金 就是当今天下 又有几人 能与你刘大人 对质诀问 以强凌弱 传扬出去 刘大人 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 不是于我 是于我那小思 当真 我看这事挺有意思 咱不妨 把它当成一场游戏 不拘种类 各自出题 达不出者为父 就医大师 为了更热闹些 不妨双方各带帮衬 出题呢 也可以古怪刁钻 我看 不如就由大师 监督主持吧 好 就这么办 来 几位辛苦了啊 喝着喝着 来来来 那咱 是不是 也祝金兄 明天旗开得胜 一正清明啊 来来来 来来 这酒我可以喝 但明天那个 那个什么笔 什么诗 什么什么大会 我可不去 这 我告诉你 明天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我不去 不去 我就是不去 那不是分明让我出丑吗 你带我来一杯 哎呀 我告诉你 儿子 大师早就铺垫好了 可以帮着 我们大家这么多人 可以帮你 你还怕 大字不识的小丝 就是 这哪是让你出丑啊 这分明是让你露脸的吗 这机会难得呀 金兄 过去大家只知道你的诗才 只闻其名不识其人 明天你那么一登场亮相 就凭咱金兄这风流倜傥消洒劲 又能获得不少仰慕者呀 就是 说的也是啊 我是名人嘛 对呀 我得适当露露了啊 就是啊 那我去 就是 来来来 就就 请 徐兄 徐兄 你也来了 这个热闹小弟岂能错过 你以为这两边北边会出手啊 不好说 不好说 徐兄 徐兄 师弟 你好 今天可有意思啊 今天是明满京城的大师人金兰心 和一个小司对手 听说是刘伯温刘大人的根本 人家也会显示 是啊 不愿意金兰心 背得咱们样子 我救你 我救你 人家本来都已经入港了 被你这么一搅和 全都忘记了 这来 爹 莫怕 莫怕 儿子 你看啊 这里有这么多人帮你 外面还有那个老和尚在暗中中立 只一轮 必要是刘伯温那个老东西出丑啊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场对决啊 嘿 有的看了 无论哪一方准有出丑的 是啊 是啊 先生 我怎么有点冷啊 是不是衣裳穿的少了还是怎么 不成了 瞧瞧你那点出息 不是 我去辅学贴那接贴 原本就想羞辱一下金兰心那丝 让他不敢出头 就算出头 一对一单挑 不非就是逗得口舌学问 想必也不落下风 谁形子 他那儿有那么多高人帮他呢 你瞧你那样 你放心 有我的 今天这场戏好看 简直是闻所未闻哪 你说他们都是怎么想的啊 那个金兰心怎么会和一手撕上劲 要不怎么说是奇异文哪 一定很有乐 主静一下 静一下 这次大会 本是双方切磋学问 却因坊间议论纷纷 传承什么 出丑大会 刚差咱们议论半天 出丑大会 真有意思啊 真体会儿有意思啊 这都好玩啊 爹 要不 还是你出去吧 我要是 我要是能出去 还用费这许多周折呀 再贝贝 再贝贝啊 出丑大会 出丑大会 现在开始 对质双方 上场 好 行啊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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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呢 去 有您呢 先生 有您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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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金公司好 各位世子 各位学兄学弟 金公司好 这可是金公司好 金公司好 这箱有礼了 买货的金大作家 你太太 你长脸了 就是啊 长脸 长脸啊 这人哪儿去啊 没见过呀 这不像个文化 这倒像个痞子 这倒像个痞子 接引众生 普渡众生 载助大师 常有临鹏之剑 龙马精神 载弟子 恭行大礼 今日就免了吧 你呢 又有什么说辞啊 回大师 小人我粗人一个 实在说不得 那些花言巧语 小的就给您 磕三个想头吧 你一起来吧 谢大师 第一轮开始 金兰新出题 刘毅作答 学问 学问总是有浅入深 何为深 何为浅呢 你问我呢 嗯 这还不好回答嘛 那会儿一个水池 你自己跳下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这逞个于外行啊 人家说学问深浅 他说水深浅 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数字切莫转移话题 行人有问 数字有答 有问有答 第一局我方获胜 不是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站下 刚才只是铺垫 问题尚未提出 进来心 所谓有浅入深 就是指智子 入学开盟的第一天算计 这个开学的第一堂课算计 一看你小子就没有入过学开过盟 会写字吗 小孩子上学的第一堂课就是描红 我就以我们读书人最浅显的技能来考你吧 如果你不会写字 那咱们还说什么 完了 还有吗 还有吗 第一题是 你呢 我 我什么呀 非方提出要笔书法 我 笔墨四方 好 给 写点什么好呢 我是写李太白的《枪禁酒》呢 还是写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呢 你听都没听说过吧 这我要是写出来 大家伙会觉得我欺负你 这样吧 你说写什么 咱们就写什么 成不成 好啊 好啊 那你说 你说写什么呀 你会写啊 对啊 你快说呀快说呀 快说呀 快说呀 你看这小子 连字都不会写 还想打擂台 你说 这小子 金大爷 算你狠 这招 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跟我斗啊 他还梦点 出师大爷 出师大爷 连字都不会写 还笔诗什么呀 你 你 就是啊 写啊 快写啊 不是笔诗吗 不写怎么笔啊 不写怎么笔啊 要不你就自认书 这书法你是笔不笔呢 如果不笔即认告负 我 我 这 怎么 你一个大字都不会写 这样 你进去问问你家主子 现学现卖几个笔划少的文字 或者 出个题 再出来献丑 这可是你说的啊 你说的 玩蟹子吧 没有这金刚钻 就憋懒着此起活 傻儿一个 怎么一上来就是写字 这会可被那斯转了 有您在呢 别说是诗词歌赋 谈古论经 就是上天如地 我也不怕他呀 可是单单这提笔写字 我一写出来 可就成蝌蚪了 那怎么办哪 那也不能说我写好了 你拿出去啊 算得性筋得很 要不我出去认输了得了 慌什么 慌什么 文字 文字 字乃写文 无文他也无字 您有招了 他不是让你出题写吗 对呀 这还不好办吗 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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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市嘴子给他出主意了 不定有出什么洋相啊 就是 他不是让我出题吗 那就写这个吧 好 金兰新听了 对方要求书写题目 一 真书 依兰操 依兰操 这是什么书 二 草书 汇污吟 汇污吟 歸山草 四 传书 破铃鸽 这些都有读歌啊 乙兰操 这是什么书啊 还有什么什么 歸山草 你们互孤银 太生气了 都没读过 没读过 这可太难了 是啊是啊 写字本来是比较书法的优劣 就应该写写平时常用的狮子文字 为什么要出这样冷屁的题目呢 你哪来那么多话呀你 你说比书法 行 那咱就比书法 你说让我出题目 好 那我就出题目 题目出来了 你倒是写呀 我们比的又不是章句 而是书法 对呀 比的就是书法呀 你写呀 你写你的书法呀 这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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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能算你认输 一回合 金大才子认输 我方上 哎 你给我站住 怎么诚 怎么诚不诚啊 这个字怎么没写呢 什么诚啊 怎么诚啊 你的呢 我的什么 你写的呢 我 跟你儿子一样 不会 你方出的题目 你自己都不会 这岂不是胡闹啊 啊 哎 哎 你儿子这么一大诗人 又自称肚子里一堆 有浅入身的大学问 他都不知道 凭什么我就得知道啊 嗯 再说了 咱这一场比的是书法 你却纠缠于题目 到底是谁胡闹 哼 他说的也有道理啊 是 也是 也是 请大师给评评这个脸 他方出的题目 他自己都不会 他 大师更得讲公道 他写不出 我也写不出 这一局只能算平整 这一局比的是书法 可我连笔都没够 怎么算是平局呢 那你写呀 谁拦着你了 赶紧写 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书法 哎对啊 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书法 啊 你看 没人拦着你吧 笔墨指砚就摆在你面前呢 谁拦着你了 那你就给他写 你写不出来 没办法只能算是平局 平局 第一局 甲乙双方 谁也没写 平 慢 在下请教前辈刘大人 请教不敢 打起帘子 有话请讲当面 在下斗胆 此四题实在偏颇 偏离了笔式书法的原意 致使我方无从下笔 不能服人 哎 这四个题都是典籍当中寻常的题目 有何偏颇可言 即便是你老金不知 贵公子贵为天下通才 难道他也不知 这岂不是让天下人咋舌呀 假货呗 在下实在不知 在下实在不知 敢请老前辈赐教 这四个题啊 皆出自如典 是个读书人 就应该知道 敢问 伊兰操典出何出啊 孔子力聘诸侯 诸侯莫能认 自卫凡鲁 银鼓之中见香兰独茂 溃兰探月 兰当为王者乡 今与种草为伍 指车圆琴歌之 再请问唱的是什么 老夫自以为如典贤熟 喜喜古风以音以语 这就是伊兰操吗 知子于归 远送于也 这瓶石都在嘴边上呢 可不是 我 我 你 你找我干嘛来着 手脚 手脚 走了 不送 先生 我怎么一点都不冷了呢 该咱出体了吧 咱出个什么 让那小子出吵 来 你说那边现在会是个什么情况啊 金兰西那个废物能赢吗 他老子花了那么多银子 连应天府来的道眼和尚都给请来了 还弄不过一个小丝 那可说不准 要比耍嘴皮的 金兰西还真不如那小丝 再说人家后面还有那刘伯温呢 这倒也是 他是输是赢 跟咱有什么关系 管他呢 这么大一热闹 咱愣是没看着 怪可惜的 第二轮对质开始 此轮留意出题 金兰新作答 恒人听好了 我提来了 请问大师 我等是在此对质学问 还是粗口骂人 谁骂你了 恒人何意啊 恒人如果是骂人 那竖子又是何意 你方才还骂我竖子呢 大师您给评评这个理 竖子恒人倒是绝对 平手互不追究 小子 出你的题吧 恒人你听好了 你刚才想跟我玩个 由浅入深 没玩好 砸了 小英我接着你 他 他又出口不屑 再敢胡说八道 叛復 你听好了 我这个题是有远即近的 太极一混合物 福西二象 和明海上三山和道 商山四号和人 汉室五陵和声 乘刀六岛和事 四十天 这这这些题 忘了 七八九十十十什么来着 这怎么一息都给忘了 这他娘不这么用 什么意思 金兰新答题 我题出来了 该你答题了 该我答题了 就不用书法了 也不用什么笔墨伺候 你就说出来就行了 第一个是什么来着 太极 太极一混合物 滚蛋 还滚头呢你 那是混沌呢 傻蛋 骂谁呢 得罪得罪 我也是替少爷着急嘛 你看看 我这种人啊 真的衰竟啊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你问谁呢 你干嘛去 莫吉 我进去问问 出来便答复你 大师 请问我是和谁对峙呢 我是和大汉是跟那一屋子的人 方才我不是让你也回去了吗 那是你让我去的呀 可我没让你去呀 你 你为什么不让我回去啊 你让我去 我就去了 可我没让你去 你就不能去 我让你回去 你不让我回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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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想道理啊你 我就不让你去 没理可讲 都给我住口 金来新 你不是问第二题吗 贫僧倒还记得 他是问 福西所立的两个宰相 叫什么 福西你知道吧 哎呀 这么说你是真的不知道了 我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恭喜大师 贺习大师 嗯 贺习之友啊 知道了这个人是个缺心眼儿 是个杀不可辱 你 嗯 刘依我问你 方才你问的那六个问题 你自己知道答案吗 小的当然知道了 先生出题的时候就已经交代下了 不过先生原来出的题一共有十道 小的一紧张就忘了四个 不过也正好应了那句俗话 那句俗话 四六不沾 小的 别那么多废话 你自己知道答案吗 不知道还敢来这儿混 那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啊 对啊 对啊 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啊 说出来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说啊 诸位听好了 答案就是 太极一混本来无误 福西二相共公与湘黄 海上三山是蓬莱营州和方丈 商山四号是东元齐黎夏皇陆离四贤宫 汉氏五连分别是长陵 安陵 茂陵 阳陵和平陵 呈汤为地曾六四祭天 祈祷农丧大丰收 诸位 我说的对不对呀 好 说的好 好 好 好样的 好样的 大师您别走啊 还没宣布谁用谁出手了呢 爷爷 Tenzin Estado 出来 出槽 好 Knifede 狗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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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出槽 出槍 狗招 出槽 真是呛人 缘人 丢人 厨人 无人 丢人 丢人 出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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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怕